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写文字之前呢 我会使用线段工具来绘出直线跟横线 画这线条的意义呢 最主要是要让文字的大小尽量统一一点 不会一个文字太大或是一个文字太小 我在这里分别画成四条横线里面有三等份 因为通常中文字的组成呢 左边 中间跟右边各有不同的文字 所以在这里我总共分成三等份去制作 那在写字的部分呢 各位同学不要太有负担 不管字写的好不好看 其实都没关系哦 最主要我们只要是练习手感的部分 使用笔刷工具来练习手感 那完成以后在笔刷我有另外一套 让它的字型能变得比较不太一样 还有颜色以及笔刷的调整 简单的文青 具有自己手写温度的字体 完成 如果各位同学们不喜欢电脑内建的字体的话呢 不妨来练习一下手感的温度吧 点下笔刷工具 写下你要练习的文字 跟着影片一起练习的同学们 记得务必留言跟我说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加点喜欢 满边分享出去 我是薛林六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